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做的料理呢 是红麴排骨 本草纲目有说红麴可以活血 同时日本也有研究指出 红麴可以降血压、降血脂、强化肝脏以及免疫系统 是大家公认的健康食品 所以啊,今天我们就要用它来教教大家 如何使用菲利普智慧万用锅 来做这道简单又美味的菜色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啊 由小排骨一斤、大蒜三粒、酱油一大匙、酒一大匙 红麴酱两大匙、以及糖一小匙 首先呢,我们先把小排骨把它剁长段 洗干净以后擦干 接着啊,我们要把所有的调味料 通通放到碗里面 然后跟排骨一起拌匀 搅拌均匀,腌渍三十分钟之后呢 就可以放入锅内了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把锅盖打开来 然后呢,把排骨这样子整齐地排到锅子里面 好,这样子呢,把它整齐齐地排在锅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排骨放回锅内 如果我们需要它湿润一点呢 然后呢,可以加少许的水分进来 这样子可以让产品完成以后的色泽 好,比较美观 同时呢,湿润度也会高一点 在盖上锅盖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它的防挫盖盖设计 箭头对箭头,转动即可 首先,现在限压法选择无水烹条件 好,现在我们要来操作面板 首先呢,先要选择无水烹条件 把它按到烤排骨 保压的时间是23分钟 接着,长按这个烹调键 内心数三秒钟,这样就可以了 当我们烹调会快速软烂 而且汤汁比较少的食材时 当烹调的时间结束后 我们可以把限压法转到排气的位置 当热空气排除以后 浮子法自然会下降 那么我们就可以顺利地把锅盖打开了 但是,如果你烹调的是比较浓稠的汤品 或是粥类时 千万不要强制排气哦 以免被喷溅的汤汁烫伤 好,中途大概到了12分钟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盖子先打开来 然后呢,我们把排骨翻个面 好,这样子的目的呢 是为了要让它的色泽两边一样的美丽 好,接着呢 烤到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 在等待的过程中间呢 我们可以汆烫几朵花椰菜 你可以看,绿色的菜呢 跟等一下我们的红薯排骨颜色 是相当搭配的 好了,现在排骨完全熟透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它上锅了 加上刚才在旁边已经汆烫好的花椰菜 这样养生又美味的红薯排骨就轻松完成了 有了菲利浦智慧万用锅 做菜再也不是一个大工程了 就连伸手也能轻松的做好它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